爱上它会让你感受音乐就是你的初恋情人 欢迎收听华佩的音乐异想世界 让华佩陪你触动每一颗爱乐的心灵 我是华佩 这里是正神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华佩的音乐异想世界 哇 今天很开心 因为在录音室里 来了两位音乐家 我们都知道音乐无界限 艺术无国界 有时候你在聆听美好的音乐当下 你总是会想要感受到 到底这个演奏家如何把他的一些音乐表达出来 那其实来过音乐异想世界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家 那不管是在各个领域的 其实有时候都觉得说 哇 这个艺术的氛围 其实都要靠每一个人用我们的内心去发掘 那今天来到节目 哇 我很开心 因为两位都是老朋友了 而且两位都是在音乐界是前辈 好 那我们首先就介绍两位老师 那两位都是长地演奏家 首先介绍这个潘宗贤老师 潘老师好 华老师好 各位听众好 是 那另外一位是陈思倩老师 陈思倩老师好 华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思倩 哇 很开心 对 遇到两位 其实今天邀请两位演奏家来到节目现场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挖宝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聆听好的音乐 对不对 是 因为即将在这个7月20号 星期三的晚上7点半 在台北国家演奏厅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音乐会 叫做双笛西游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长笛嘛 对不对 我们讲木管乐器 独独跟这个黄片最没有关系的就是长笛 因为它是靠振动 对不对 对 那所以我相信这个 哇 这个长笛这个乐器 我每次一直在觉得说 这个 它是一半的气在外面的那种氛围这样子 我倒是这个 因为两位呢 我就先 我看看 我来先先请教这个潘老师好了 好 是 小潘老师其实很开心啊 这个 我觉得对你这个 每次想到你就想到那个任兵这样子 任兵老师 对 我们从高中 就差不多高中那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是 真的 真的 然后一起去唐绿 然后再一起当兵 是 是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录那个针线请 简文秀老师的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哇 我觉得看到小潘老师这个 满满的这个memory就回来了 很开心 倒是请教一下潘老师哦 就是说我们都讲这个 现在的小朋友学音乐嘛 那几岁的时间 其实如果以潘老师 因为我觉得潘老师对于这个 因为潘老师有一本书真的好棒 等一下 我们先保留一下 等一下请老师介绍一下 对 老师觉得就是说 老师现在在教学哦 大概觉得小朋友大概都是几岁的时候 你觉得接触这个长笛是最好的时间 我觉得如果是小朋友 大概在三年级 如果你真的是要学长笛的话 是 是 是 就是长笛这个乐器 我觉得大概三年级或二年级 因为其实还是要看你的个子啦 因为我们也有 也有那种弯管的长笛是给小朋友吹的 那当然如果说小朋友想要 真的很想要吹 但是他个子太小了 那我们现在也有那种更小的像什么 想笛 对 对 对 就是可以让他先试着去玩一下这个感觉 然后可能到了 稍微个头高一点的 可以拿整支乐器了 然后再让他接上来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哦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小朋友嘛 对不对 刚刚开始接触不管是任何的乐器 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对不对 我相信四仙老师也有遇到过 老师四仙老师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说可能在教一个小朋友 哎呦他可能就是先天的条件 或怎么样的一些一些这个限制 你都是怎么样去调整他呢 呃大部分都是 是 呃身材 就是呃有的个子比较娇小 对 有的个子比较娇小 然后可能要拿长笛的话 对那个距离来说 对呃小朋友会对 一个比较困难的 是是是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建议就是用弯管这样子 对对 用弯管会比较好 对弯管的 是是是 那当然我也有遇过 有的小朋友啊 他可能 哦像我以前有教过一个小朋友 他是小学一年级 但他的身材就 大概已经有三年级的 那样的身材 是是是 所以对他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困难 嗯哼 对 哇 不过说真的就是说 我觉得呃孩子总是需要 就是说除了在学习的时候 对不对 一定要让他们怎么样 多聆听 对尤其是一定要叫他们来到现场 听音乐会 没错 对 所以说今天呢 这个思想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哇 这个演出好棒啊 这个 我觉得这名字写的好可爱耶 双迪西游 2022双长迪室内乐音乐会 那里面的阵容有哪一些呢 呃 就呃 长迪的话就是 是 潘宗贤老师 是是是是是 然后钢琴的游士宇老师 对 我们这次呢 就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是 一位客席的大提琴 是 大提琴老师 吕超伦老师 是超伦 是 他来呃 跟我们一起合作演出 呃 第一首的巴哈 对 是是是是 他等于是担任 呃 数字低音的部分 对对对 哇 而且我觉得哦 这个呃 里面的内容 哇 曲子的内容好多耶 是 对 我觉得呃 请潘老师跟我们聊聊 就是呃 这边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如果有三重奏的部分 对不对 也就是双长迪跟钢琴这样子 好 那分别有哪一些曲子 潘老师跟我们聊一下 OK 我们现在有的曲子 对 是 巴哈 是 为双长迪跟树枝丁 写了一个三重奏曲 嗯 是 三重奏名曲 对对对 然后再来 还有一个酷劳的 双长迪跟钢琴的三重奏 是是是是是 那如果说是讲三重奏的部分的话 对 就是比较是这两首曲 那其他的话是 克拉克的玛雅 为双长迪跟钢琴 嗯 还有一个日本的作曲 加价真导俊夫 这个可是 可能大家如果有在练管运团的 可能会常常听到他的作品 对呀 他不是只有管运团写得很好 是 他这首曲子给 长迪的 两支长迪也写得很棒 而且他不只用长迪 对 他充分运用了长迪 中音长迪跟短迪 哦真的 对 就是在 在三个乐章里面 有用到这些乐器 是是是 所以其实是相当精彩 所以两位老师在演奏这一首 红 对不对 这首曲子的时候 诶 会转变乐器咯 会 哇 真的好特别 在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 对 会转变 用中音长迪 因为我们要吹一个很有宁静的感觉的黄昏色 是是是是 哇 我看这一个 好像他第一个乐章叫秋风 对不对 是 哇 第三乐章 我想四天老师应该会念 第三乐章好特别的名字 他叫做染红 就是他有一点是在像在描写 京都那个枫叶变红色的 像火红一样 这么颜色非常的灿烂的枫叶 但是因为这个曾导俊夫呢 他是被委托来创作这个曲子 是是 那委托的人因为他呃也是长笛音乐家 那因为曾经留学巴黎 是是是 曾导俊夫他就想到说 哎巴黎的秋天也很美 对 所以他用巴黎的秋天 然后再来转换到 京都秋天的这个意象 是 做一个结合来做这一首 一整首曲子 对 非常美的 是是是 我相信哦 大家在 呃 聆听这一个 双笛西游这一场 好 应该能够感受到 哇 就是两把长笛 好 然后跟钢琴 然后 哎 就是我们的超伦老师 还有一个大提琴 这样子哦 一定非常非常的丰富 是 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一个 呃 音乐嘛哦 那其实像刚刚潘老师有讲到 哈 就是说呃大概差不多三年级的时候 哦可能这个看孩子们的一些一些状况 对不对 哎 不过想请教两位老师 哈 就是呃你们怎么看待现在的一些 我们讲这一个音乐的教育的一个文化市场 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呃因为这个疫情 对不对 哈 对很多课啊 我们都变成 好 要线上 好 那可能哇 你有一些有一些就是呃很多的一些问题 那那也现在也是少子化 对对 所以在看待这样子的环境 那潘老师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可以鼓励一下 现在正在学习音乐的学生 好吗 嗯 呃 呃虽然是少子化的情况 对对 没错啊 但是我觉得喜欢音乐的小朋友还是都在 还是有这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鼓励他们 因为呃少子化他们其实相对来讲 他们其实得到的资源会更多 是是是 因为老师的资源会很多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呃可以多参加一些活动 是 比如说呃有一些夏令营 对 或者一些一些营队这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变成说你除了自己在 嗯 自己玩之外 对 你可能可以跟有同伴一起玩这些东西 是 我觉得这个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你会觉得更开心 哇真的耶 而且你知道吗 在这边啊 华佩还有个好棒的消息哦 就是有一个长笛的嘉年华 我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就是有蛮多的一些 呃我们讲民间的团体哦 或是学校 好能够推动长笛这一块的乐器哦 老师跟我们聊聊好不好 就是说 好像在这一个大概8月14号 好大概到8月21号 有一个长笛的嘉年华 到底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 哇 丰盛的菜肴 单给大家 对 刚才提到就是说 是 呃 我们会很希望说朋友 小朋友们 对 就是你除了自己学之外 可以跟别人一起合作 那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 在学校里面最常看到就是管乐团 对 对 可是管乐团的话变成说 因为不见了每个学校都会有 是 因为管乐团是一个 呃很 呃怎么讲 经费要很大的一个 对 对 因为你需要很多乐器 比如说小型乐器你还可以自己买 可是大型乐器你没有办法 真的真的 学校一定要 要帮大家筹备 所以如果学校没有这个经费 其实你是没有机会 是 但是长笛是很容易的 对 对 你可以不用买太贵的乐器 是 看你的情况 对 那我们把这些小朋友聚合 不一定小朋友 就是其实大人也都可以 嗯 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 是 然后我们呃呃呃办了这一次的那个合奏的下令营 嗯 其实这是第二届 对 我们上一次是2019年 哦 在疫情之前 是是是 对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 这两年就没有办法办 是是是是 那好不容易今年我们可以申请到 呃国家演奏厅厅的场地 是 就一样是跟二重奏的音乐会是同一个场地 是是是是 那阵容其实也是非常坚强 真的 因为我们第一个头牌的 我们请到就是江淑军老师 是 台北市立大学的教授江淑军老师 是是是 那大家除了他之后 我们还有很多的老师 对 比如说像是庄清岭老师 是 他是唐绿长笛合作团的 对我们的这个长笛大家长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是 然后史坚大学的陈惠美老师 是 惠美老师 然后在NSO的长笛的副首席 宫崎千佳老师 是是是 对于说我们请到了很多的老师来 对 参与这次的活动 那当然 主要的活动 对学院来讲 主要活动是合奏 是 那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 呃大师班 有一些讲座 是是是 对 长笛的专业讲座 对 我们请到庄老师 是是是 来讲 关于长笛你必须要知道的秘密 哇 是 在在哪一天呢 这个是在 是 呃8月20号 嗯 8月20号的礼拜六的下午 哦 礼拜六的下午 那我们也欢迎说 如果你不是学长笛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 你不没办法跟着大家一起吹 可是你可以来 是是 听老师的讲座 是是是是 那另外我们也请到陈惠美老师来讲 对 关于法国的音乐这样子 真的 对 而且惠美老师如果讲起这个法国音乐课精彩了 是 没错 8月14号星期天哦 哇 在这个台北施地大学音乐学系 哇 我们一定要感受 对不对 是 我觉得其实 呃 哦 里面我还看到一场耶 就是我呃 因为中德 我知道他很特别 对对对 他是一个心理医生 对 他是一个医生 对对对 然后他还能够把场笛啊 做一些表达 对他非常喜爱场笛 介绍一下这一场好不好 好 好特别哦 因为中德医师他本来是精神科的医师 对 但他应该真的太爱音乐了 对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学场笛 是 那后来他他现在也去了那个 诶 花莲就是诶 诶 东华大学 是是是是 他去念东华大学 对 的在职进修这样子 是是是是 然后所以他等于就是在这场音乐会 他会来分享 他很独特的他的诶 诶 长笛的生活的经验这样子 是是是是 哇 所以说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一些活动哦 对 这么棒的一些活动来推动长笛这一项乐器 我相信在后疫情时代 大家不用担心 对不对 尤其是在我们最重要的7月20号 一定要来听思倩老师 还有宗贤老师哦 的这样子双长笛的音乐会 对 哇 我觉得哦 思倩老师我 我觉得呃 看看到你我就觉得 哇 就觉得你热爱音乐的那一个阳光 这样子真的很棒 是我是蛮喜欢音乐的 是是是是是是 诶那那个请教一下就是思倩老师哦 就是这一场这一个双笛稀有音乐会 您筹备多久呢 老师怎么样安排这个曲目的 呃 呃一开始有这个构想是去年呃大概11月份 哦 对那因为一直以来呢 我呃就是我只要有双长笛的音乐会呢 对 我都会呃邀请呃 盘总想老师 就是跟我一起合作 是是是是是是是 也认识很久 是是是 也是学生时代吧 对对对对 那时候在 是是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就认识了 是是是是是 然后就想说 诶那默契也还不错 对 所以就呃 那潘老师也刚好这一段时间 然后他也还蛮有意愿 就是我们都都共同还蛮有意愿 是是是是是 就呃 办了这一场音乐会 哇 而且说真的哦 看到潘老师真的是 哇满满的这个回忆哦 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哇 我自己已经崇拜很久 叫做工学院的长笛家 哇 好特别哦 是 好像他是一个用一个啊 蛮特别的一个手法去去演绎他这本书 也就是说呃 老师能够把这本书哦 就是说他呃 用了好像不同的这个三个阶段 比如说给出水者的一个方式 还有进阶者的叮咛 还有一些专精者的建议哦 那我们请老师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这本书 呃 我想我先讲一下那个名字好了 这个这个书名 对 因为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奇怪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书名 是是是 那我其实当初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对 我其实想了很久 我到底要用什么什么名字 嗯 但是因为整个写完之后 整个整理完以后 我这个这个东西都浮现在我男孩里面 是是是 因为我之前在武专的时候我是念工专 我是念台北工专就是现在台北科技大学 是是是 那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但我觉得这就是在学工专的一些呃 学问的过程是 所以追求学问的过程其实有学到一些方法 你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嗯 其实学工程最重要就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是 你不管是各种工程一样 因为东西丢给你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建筑 对 我们讲那个雪梨哥剧院 是是是是 那个是很有名的例子 嗯 他是一个很很难盖的一个建筑 那建筑是画出来那你结构 土木结构 对 结构是他就必须要去把它完成 所以他必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变成这是我的一个发想 就是说好 那我今天我我其实里面写的东西都是我在这二十几年来 对 教学的一个经验 那我随手会把它记下这样子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想法好像我觉得可以把它留下来 是是是 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记下以后慢慢累积累积累积以后 过了大概二十年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做一点记录 就可以把它留下这样子 所以刚刚因为那个解释解题的过程 我自己很觉得很像是工学院的学生来解题的过程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名字应该是蛮适合的 是是是 其实主要就是我的一些教学的一些经验 但是我相信因为每个常理老师都应该有自己的经验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我分成三个部分原因是应该说 应该他可能有就是不同 比如说你如果是完全是初学甚至还没学过的 对 你可能从一开始叫你怎么样选笛子 是是是 的概念 然后你怎么样拿乐器 然后你怎么样吹气 是 然后到已经就是我已经会吹了 我吹得还OK 但是我不是很厉害 对 那我可能什么东西要注意 你的舌头 你的用气 可能一些观念让大家知道 是是是 那如果说你已经已经吹得很好的学生 对 那可能有一些观念 是 音乐上要怎么样做 可以让他做得更好这样子 对 分成这三方面这样子 是 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可以让大家就说不会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个这个艺术有分三个嘛 对不对 音乐 舞蹈 戏剧 对不对 不要有艺术 可是音乐是最抽象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 对 真的 他摸不着 看不到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音乐 因为他太抽象 所以他是时间的艺术 所以说他需要我们用一些比较精准 可能我们要分析他 让大家理解一下 到底这个音乐他要怎么样的走向 就像潘老师讲的 就是说能够就是说 让大家就是不要太这个 哇 觉得哎呦 长笛 音乐他到底怎么征服 但是他如果透过文字 透过老师的这一本 工学院的 这个长笛家 就能够把一目了然 就能够了解长笛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可能他的结构是什么 哇 所以说 这本书在哪里可以 其实你在各大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得到 我想我们谷歌一下 应该马上就出来了 现在 现在因为已经一阵子了 所以其实还蛮容易找得到的 或者说像 我知道那个什么成品 我自己去逛成品 我自己去看一看 是啊 没有应该 每次看 怎么都卖到缺货 因为这本书真的太精彩了 真的真的 对 希望大家 这个想学长笛的 或者是想感受一下 到底音乐 他如何用一些比较理性的方式来分析它 就可以研究这一本书 然后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个它的一个魅力 因为我相信这个 大家都可以从一些比较基本的原理 来探讨这个长笛的一些垂柔技巧 哇 不过今天好开心 因为两位老师不但带来音乐会 还带来书来 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空中 跟大家分享这么棒 那我们再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这一场音乐会双敌西游 那由四千老师来为我们 哇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时间地点 好吗 好 我们是在7月20号 晚上7点半在国家演奏厅 是 要演这一场 对 那我们的这一个主办单位 就有这个牧神潘场地心内乐团 想到这个牧神就想到 哎呦 就想到潘老师 对对对 那个是我的一个团 真的真的真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小潘老师在 推动这个不管音乐 还有教育 真的是不以予力 真的真的 很像两位老师致敬 是 那大家现在因为我们买票 超级方便 为什么到7-11 这个 哎呦 艾蹦 对不对 搜寻一下 所以大家只要 只要这个 这个哎 直接把那个收纸都点一下 大概点7月20号 晚上这个7点半 就可以看到这场音乐会 双敌西游 2022双场地室内音乐会 我相信这场音乐会 能够带领大家认识一下 哎 到底就是说 两把笛子 还有钢琴 对不对 那还有我们超人老师 的这个大提琴 我相信每一个的选举 一定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感受 是 今天非常的开心 能够邀请两位老师 对 对 希望未来 还有机会 就是老师如果有一些活动 或者是演出 那来我们这一想世界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的 没问题 是 谢谢花呈老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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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目最后呢 播放我们的 Kudo的一首长笛的曲子 带给大家 那我相信 音乐都是给大家一个 非常美妙的一个氛围 那有好的音乐会 还有好的书籍 能够让爱乐人 感受音乐的心灵之美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 那花员的音乐一想世界 今天感受到美妙的音乐 谢谢 谢谢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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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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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